那有了这两个发现 哈勃发现了宇宙是膨胀的 人们又看到了大爆炸的火球 大家说 那我应该相信宇宙来的大爆炸了吧 不 天文学家说 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看看今天的宇宙 宇宙长得不是这样的 宇宙中是有银河系的 是有银河系之下 作为基本单元组成的大结构的 大家问一个问题 如果宇宙是大爆炸的火球 过去温度非常高 逐渐膨胀了138年 温度降得很低 什么也不会形成 因为没有种子 大家问银河系为什么会有 它的种子是什么 宇宙中是这些东西 种子又在哪里 要么在大爆炸的火球上会有 要么大爆炸以后 在某个地方随意它放种子 不然怎么长出银河系呢 于是人们又开始 做一个最巨大的探索 那就说 我能在大爆炸的火球上 看到宇宙万物的种子吗 如果看不见 这个故事变得不完美 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于是到了1992年 美国一位天文学家 他一个团队 发了一个微星到天上去 他测量 这个大爆炸火球 这个痕迹上 有没有两点温度的差别 他做了这个测量 惊奇地发现 大爆炸的火球上 竟然真的不是均匀的 只是这个差别特别地小 只有十万分之一 这个图像呢 就是1992年的时候 人们把它称为上帝之灵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了 大爆炸的火球上 原来有十万分之一的变化 这个变化虽然自小 但是它毕竟不是均匀的 大爆炸火球上有东西 这件事情非常地重要 所以当年非常地糊弄 说我们真的看到上帝了 因为138年的火球上有东西 尽管看得不清楚 所以这样一个发现 获得了2006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后面人们就说 我能不能够看仔细一点 能不能真的看到 每一粒粒粒的种子呢 后面人们就开始 把灵敏度提高 把分辨率提高 到今天为止 我们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来 宇宙的大爆炸火球上 那幅种子的图像出来 它长得密密麻麻 它的温度变化 从十万分之一到 到百万分之一 你都能看得清楚 所以天文学家 现在有了大爆炸火球上的种子了 这些种子 真的能长成今天的宇宙吗 你是不知道的 我们的人类文明 也不过5000年而已 怎么办呢 那我们把宇宙大爆炸的火球 这个种子放在计算机里去 让计算机模拟138年 这张图会变成什么样 那你总得给它点什么东西吧 我们给物理规律 什么物理规律呢 万有引力定律 它给什么 给宇宙的膨胀的规律 我是观测的道理 结果发现了 计算机开始模拟走 但一个物体呢 大爆炸火球的种子 质量只要高要大一点 密度只要大一点 它就会靠自己的引力 把它压缩起来 变成一个星体经过模拟 我们可以恢复出一张宇宙的 今天的图像出来 那它和今天的宇宙一样吗 我们天文学家 把计算机里模拟的这张图 和真正观测到的宇宙 去做了统计上的比较 结果发现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我们能够 从计算机里制造一个宇宙 所以大爆炸是完美的 那么辉工